大家好,我是小广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国的国际巨京成龙大哥居住的北京豪宅Naga上院 它位于北京东城区东芝门内大街9号 据说成龙大哥在2006年用3390万的价格购入了Naga上院的两套房产 其中一套是以2060万成龙大哥的代言费所提扣的 这个小区里面最小的面积是300平,最大的面积是600平 而成龙大哥在这里买的是超大面积,面积为1217.5平 整整就是最高面积的一倍多 但是在近期据网上爆料,他的这两套房产开始拍卖 他这两套房产的市场价格高达1.2亿元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豪宅 起拍价是定在了7191万 即便这两套房产如此之贵 但也不乏由很多人去竞拍,并且陆续预约看房 这座纳卡商院我们能看到完好保留了四合院遗址 给人一种古风与现代风相融合的感觉 而这座纳卡商院还紧邻雲和宫国子间孔庙一路的文脉古迹 承袭了皇城后旨的千年运道 可以说是独具文化魅力 通过我们看到建筑的颜色也能感觉到 纳卡商院主要是以黑白灰为主色调 内敛而不张扬 门前则还有两尊石狮子 感觉也是比较的有特色 一般明星选择买房购置房产 除了资金的问题 交通安全性以及隐私性等严肃 也是占主导 像这座纳卡商院 一般有钱也不一定能住进来 想要做这里的业主 还必须满足几点要求 高素质 有责任心 并且是乐善后事的成功人士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座纳卡商院另一个大门的门口 这座纳卡商院建成的时间是在2006年 当时是开发了99套房 在这座纳卡商院的院内 还有一所北京顶级的私人会所 这个会所也是定位于国际上流阶层的时尚交涉圈 整体的建筑面积是达到了9300多平米 也可以算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私人院为门厅的俱乐部 内部还包括火锅 酒窖 酒吧 顶级大酒楼 KTV等娱乐场所 应有尽有 这些可能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